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9日星期一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 我们首先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导 在习近平和普京等人 在乌兹别克参加上合组织峰会之制 一位美国国会议员 将中国、俄罗斯和已经被接纳为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伊朗 称为新的真正的恶意族心 而不少美国官员和专家指出 中俄两国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是好伙伴 而是背地里互相削弱 有观察认为 中俄的真正关系 已经被美国看穿和掌握 而美国已经筹划向中亚地区发力 美国国会外委会亚太小组议员夏伯特 将中俄伊称为新的真正的恶意族心 14日在听证会上说 随着美国和中共及其专制伙伴伊朗 和俄罗斯展开的竞争 中俄在今后将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地区 该委员会主席阿米·贝拉也表示 美国必须参与该地区的事务 中俄应该自由地选择 经济安全和政治伙伴 为此美国必须出现在那里 并再次提出一个积极的议程 时兵人士扬威认为 趁俄罗斯衰落之際 中共想争夺中俄地区老大地位 但中共领导人宣称的48小时内 近30场外交活动 并未展现出应有的领导力 9月17日 中共侯斯新华社发文 山硬地将中共宣传成上合组织的老大 中共外长王毅吹嘘 习近平出访选择中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是以上合朋友圈破解美国对华包围圈的战略之举 但杨威认为 中俄各国不太可能跟随中共对抗美国 北约及其盟友 普京在峰会临走之際 还按西方惯例安排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为俄乌战争辩解 并特意声称 和习近平的会谈没什么特别重要 而中共领导人却在国际场后 回避了传媒 免去了回答问题的尴尬 但也失去了向外界展示领导力的机会 上合组织成员应该不会承认 中共是老底 王毅的说法应该令各国对中共抱有更大的戒心 更不会愿意充当中共的小弟 美国负责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雨桥指出 中俄在上合组织争夺这中亚五国的关注和影响力 俄罗斯忙着在商业利益方面削弱中共 而中共正试图进入这一线门 在中亚做一些安全和政治方面的手脚 外界正在观赏他们之间的暗斗 白宫安全发言人阿比16号指出 中俄不像是最好的朋友 更像一种权宜的伙伴关系 而不是类似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那种联盟和伙伴关系 杨威认为阿比一语道破天机 助理国务卿陆雨桥指出 中亚五国都希望加强和美国的关系 而美国亦都在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 证明我们是一个可靠的伙伴是俄中之外的选择 英国伊丽莎白女皇辞世 英国会举行超过半世纪的首长国葬 英国举国哀悼 女皇葬礼定于当地时间19号上午11点 在伦敦西敏寺举行 各国领导人已经纷纷动身 官方代表团正在不断涌入英国 国葬之前向女皇致意的民众仍然乐意不拙 拜登和夫人在19号晚间抵达伦敦 18号来到伊丽莎白女皇的灵鹫前致敬 并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在内的外国元首一起 在18号当日 接受查理三世的邀请会见 这是新君主的第一次重要外交会议活动 拜登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起 参加了英国皇室为感谢出席葬礼 而举行的招待会 日本天皇和皇后也都在17号抵达 这是他们职位以来首次出访外国 英国方面还特别邀请台湾 驻英国代表謝武朝大使 在享有与各国父英调宴元首代表及皇室成员同等待遇下 前往英国外交部核管的兰开斯特府 代表台湾政府和人民 完成签名留言自宴 形成斯明对照的是 应邀出席女皇国壮的中共政府代表团 却被英国国会禁止进入西敏宫 占养女皇的灵灸 女皇灵灸暂时停放在国会大厦西敏宫的西敏厅 女皇的四名子女 16号晚间为她守夜 八名孙子女就在17号晚间接行 苏目陪伴女皇灵灸15分钟 而已经被除去军衫的哈利王子 亦获准着军装出席 威廉和哈利王子都穿着 英国御林军南军契兵团军礼服 其余六人就穿着礼服和深色正装 从现场画面看到 威廉和哈利分别站在灵灸两端 两侧是安尼长公主的女儿撒拉 和女皇长孙菲利普斯 最后方的哈利一旁是安德鲁王子长女 碧翠斯公主和次女尤金妮公主 爱德华王子的女儿路易斯温沙女分爵 和儿子蔡文子爵站在灵灸两侧 根据各国回复英方国藏出席邀请 女皇国藏当日将会有超过 100位国家元首齐序伦敦 如果继入眷属 其他官员等 外国奔客总数可达大约500人 他们所有人将会在礼拜一上午 在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西敏寺会面 向这位在位70年 被公认受人尊敬的君主表达崇高敬意 今年在财富排行榜上 以惊人速度攀升的印度大亨 高塔姆·阿达尼 超过了杰夫贝佐斯 成为世界第二大富豪 阿达尼今年年初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中 排名第14位 现在拥有1468亿美元的财富 排在艾隆·马斯克的2639亿美元后 阿达尼的旗舰公司 阿达尼企业有行公司股票 这个星期飙升至创纪录水平 它的一些集团公司自2020年以来 股价已攀升超过1000% 贝佐斯在最新排名中落后于阿达尼 16日科技股再次出现大跌 亚马逊公司的股票今年下跌16% 阿达尼在2月首次成为亚洲首富 接着4月他成为千亿富翁 并在过去两个月超过比尔盖茨 和法国的贝尔纳·亚尔诺 这是亚洲人首次 而继续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前三名 该指数一直由美国科技企业家主导 在8月底 阿达尼一度以新价1414亿美元 通过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 成为全球第三富人 新价已十分接近当时的第二名 亚马逊老板背了诗 今年他的财富增加约700亿美元 超过其他所有人 这位印度大亨实现要为社会事业 捐赠77亿美元 印度总理莫迪 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是至2020年中印军队在边境犯生冲突以来 首次在国际场合同台 不过两人并没有举行双边会谈 在峰会合照时也没有握手等互动 在上峰组织峰会召开前几天 中印部队从哥格拉基阿姆温泉边境地区 后撤离接触 外界推测莫迪与习近平 将利用出席峰会的机会面对面坐下来谈 不过直到16日下午峰会闭幕 确定两人没有举行双边会谈 印度媒体报道 两人在峰会上几次碰面 都没有带来双边关系 足以突破的溶兵迹象 例如在两次大合照场合 两人不是相隔一段距离 就是即使比论移站 亦连握手 微笑寒酸幾句都没有 印度外交部次长卡瓦特拉被民督 未举行或集会 表示所有双边会议都是事先安排的 所有向印方提出会谈的 都根据安排的举行 外交部也已经向媒体检报 没有检报的显然就是没有发生 根据新华社报道 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习近平在上合峰会期间 先后与俄罗斯、吉尔吉斯、 土富曼斯坦、塔吉克斯坦、 伊朗、白罗斯、巴基斯坦、 蒙古国、土耳其、 阿塞拜疆等10个领导人双边会见 王毅的话也证实了习近平和莫迪姆回见 2020年6月 中印军人在交界地带 拉达克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流血冲突 双方都有死伤 这场冲突导致印度国内 掀起一场抵制中国产品的浪潮 也使印度在外交方面更靠近美国 台湾东南部的台东远继17日晚 发生6.4级地震之后 余震一直不断 更加在9月18日下午 再次发生6.8级的浅层地震 震中位于台东池上乡 全台湾都有震感 造成台铁列车出轨、轨道变形、 电力中断等灾情 花莲至台东路段不通 台湾中央气象局插布中心说 今次地震才是主震 在主震发生之前的中午1点19分 亦发生规模5.9级地震 包含17日晚间的6.4级地震 都属于前震 该中心认为 有较大规模的余震发生 对于整个地震序列来说 有良性发展、有助能量释放 花莲苑的轮天大桥断裂 玉里大桥、长富大桥都有损毁 但无人伤亡 花莲玉里镇的一条道路发生山崩 山上通讯信号微弱 山上大约有近400名游客受困 花莲一家71便利店楼房倒塌 已救出4人 消防局表示 确认无人受困后 将会迅速进行灾后复原 中央社报道 台铁已成立一级紧急应变小组 联络消防队和救难大队 赶赴现场救助 台湾处于地震多发地带 台湾多数人口居住在平坦的西岸地区 和首都台北及周边地区 风景疑人的东海岸居民相对稀少 但它有一些主要的旅游景点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天新闻 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1 1 5 6 10